你好 欢迎收看一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今年是云门五集户外演出 第20年舞者们线上的作品是道合 公演当天早上11点多 就有人到两厅院的广场 站一个视野好的位置 不畏烈日 只为了跟云门一年一次的相见 林怀明说 能够为大家演出是云门的荣幸 而一件事情坚持20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此一响世界也全程记录 跟四万人一起在星空下欣赏道合 夜晚降临 晚风轻浮 在星光天幕下 近四万人席地而坐 这云门跟观众的一起一会 今年是第20年 道合是云门40周年的今年作品 它有耕耘有收获 那么今年20周年 我想也是一种收获 遥远而稳定的客家鼓音回荡在广场上 搭配着池上的稻田景观 舞者在肢体坡梭间描绘出一幅人与土地的美丽图下 在七月赞助下 云门经典舞座户外演出 累积了数百万的观众兼并着肩席地而坐 共同参与盛会 细数这一路已过了20个年头 今天中午11点半 就开始有人在那边站位置 到了三四点的时候就将近有近百个 那这里面大家 我看到的不是说他们早来 我们很高兴 而是大家在这边有个开心 有个期待 然后人越来越多 然后变成一个力量 那大家安静地来共享一个事情 我想在台湾这么多人聚集 来共享一些事情 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炙热的天气阻挡不了热情参与的民众 云门户外公演吸引的年龄层不分老少 有人西家带眷 有人呼朋引伴 不畏热浪的来袭 许多人手持扇子挥去的入属 朝着广场移动聚集 只为了抢个好位子 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 这种大型的国外表演 所以想说人一定也很多 早点出门抢个好位子 我想让孩子来看我们国内之光的表演 很喜欢他们的表演 然后也觉得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台湾的人的光荣 可以对国外表演 来到好几次了 每一年都有来 好玩嘛 好玩 看看国家怎么样进步了 蛮喜欢他们的云门舞集的舞蹈 感觉非常有内涵 而且还想再参谈有没有什么的创新的感觉 有人在广场上初次接触现代舞 也有人是专程来怀念年轻时跟云门舞集相遇的记忆 今年才七月从加拿大回来 然后同学跟我说有 然后在很早以前我就很喜欢林怀明老师 这云门的白蛇传啊什么我都有 我都有看 就是一种怀旧 然后看到很多年轻人觉得 哇很深 好像很有活力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林怀明说 户外公演这些年来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广场上仰着头看演出的观众 他们的仰望就是砥砺云门继续前进的力量 对云门来讲 为大家演出是一种荣幸 而为大家演出 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东西 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 所以等到我们到国外去 不管走得多远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代表的是哪些人 这几万人的脸孔是永远忘不了的 二十年从不间断的坚持 云门五集跟观众 在每一场户外公演中 累积起了台湾最美的文化风景